接下來要上的叫做 錯動性的板塊 就是兩個分開啦 左右分開 東非裂骨 地科有交 學測考過 東非大裂骨 張裂性的板塊交界 還有中央級 就這樣子 分開 然後呢 他向左右兩邊分開 然後呢底下就會 拉出 然後長出一個所謂的中央級出來 這目前在陸地 目前要是東非大裂 海水還沒有灌進來 海水還沒有灌進來 然後呢崩塌 然後最後海水灌進來 一開始沒有完全分 是所謂的紅海挪威海 然後最後就越來越大變成所謂的 大西洋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高層山脈叫做 中央級 因為一直往上冒 岩漿整整新的東西 OK 這又是告訴你他的情況如何 那這裡 在中央級往上冒 什麼岩漿啊 玄武岩嘛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 然後就散出了新的海洋地殼 同時的老地殼向旁邊分開 那麼如果在陸地上 當然就不叫做中央級叫做什麼 裂谷 就是你們地裡要叫做東非大裂谷 東非大裂谷 所以陸地上裂谷也有這種情況 就是所謂的張裂性的板塊交界彈 玄武岩漿冒出來形成新的地殼 然後旁邊就往外面分開 中央級是以張力為主 那我們前面問過了 張力是啥段層 張力是什麼段層 Number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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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力什麼段層 正段層 你在那後面告訴你之前你會嗎 如果不會就不好囉 我告訴你要背喔 張力是以正段層跟皮一段層為主 張力是正段層跟皮一段層為主 然後因為地寒對流往上冒在上面拉開 所以都什麼地震 潛園地震 往上冒在上面拉開嘛 上冒在上面說潛園地震 剛才是往下吐 所以會有什麼地震 深園地震嘛 所以這裡幾乎都是潛園地震 所以中央級 正段層 然後呢 它是潛園地震 OK 然後呢 這個講那個板塊的範圍喔 大西洋這邊 因為不斷的有中央級往上冒 不斷的長新地殼 所以大西洋這個板塊會越來越怎樣 會越來越大 可是太平洋板塊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 太大變化沒有太大變化 OK 這知道就可以了 這也不重要 這個是重要的 叫冰島 考試考冰島 考試考冰島就是考中央級 因為冰島就是大西洋中央級的一部分 它很高高到露出海面就變成冰島 所以考冰島就是考誰 就是考中央級 於是就有幾個問題可以問 第一個問題 它傻眼啊 它什麼眼呢 它是什麼眼 冰島喔 中央級喔 新生的海洋地殼喔 所以它是什麼眼啊 加什麼眼 Number 可愛小男生嗎 就是什麼樣子 三三 三三 選五元 大哥您說選五元 那就選五元吧 海洋地殼叫做選五元 對不起選五元 然後同時年齡怎麼分佈啊 新生海洋地殼 所以中間老還中間年輕啊 兩邊年輕還是兩邊老啊 年齡是怎麼分佈的啊 可愛小女生有嗎 Number 4 4號 中間年輕還是中間老啊 兩邊老還兩邊年輕啊 兩邊 確定嗎 不確定喔 要確定啦 老師是壞人會騙人的 它是新生海洋地殼嘛 所以當然是中間比較年輕 兩邊老 然後是板塊交際 所以就多火山多地震嘛 你們現在一定都知道冰島有火山 因為前兩年冰島火山爆發 搞到歐洲航空大亂 OK 所以就知道有火山 多火山多地震嘛 然後呢 因為有火山就有溫泉嘛 因為溫泉就是火山活動的遺跡 然後它加熱地下水會變成溫泉 所以只要有溫泉 就是有火山 就是反快交界帶 就是火山帶地震帶 所以日本很多溫泉 所以日本也很多地震 台灣很多溫泉 所以台灣也很多地震 台灣很多溫泉都一樣 有得必有失啊 有得必有失 OK 那什麼斷層 剛剛講過什麼斷層 張力 正斷層跟皮衣斷層 正斷層跟皮衣斷層 所以考試考冰島就是考中央級 就是考中央級 什麼眼 玄武眼 哪邊啦 旁邊老中間 年輕 什麼斷層 正斷層跟皮衣斷層 OK 就是考這些 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這叫做 中央級 也是所謂的 張力性的板塊交界 OK